主业就是养猫,副业就是做生巧养猫,做皮具养猫,做包包养猫,反正所有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养猫。 阳光亮丽的85后云南女孩罗勒,大学毕业后,在贵阳经营过两家咖啡馆,期间,因为一只流浪猫的闯入,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她的咖啡馆此后成了越来越多流浪猫的避风港,因不忍毛孩子们在外受苦。 短短几年间,罗勒收养了逾百只流浪猫,期间,她先后经历了咖啡馆关店,打工摆摊,租房养猫的生活。 为了猫咪,她几乎亲近所有。日前,记者约访了罗勒,听她讲述收养流浪猫背后的故事。 夜里九点,在贵阳市南明区的一家咖啡馆里,罗勒正忙着给客人制作冰饮。 在自家咖啡馆关店后,为了有相对弹性的时间照顾猫咪,罗勒放弃了一家企业的高薪管理港,选择来到熟人开的这家咖啡馆做咖啡师。 而她平时也会利用休息时间制作手工零食和皮具,获得部分收入。 我睁眼睛就开始做事儿,我早上起来是包巧克力发货,然后弄完以后去猫房,弄完猫马上到这儿上班,下完班再去弄猫,然后再回家,差不多上床都是三四点。 本来就喜欢做手工,但是原来做就是完全就是锦上添花的事儿,然后现在做就变成了必须要做的事儿。 因为猫太多了,它们的开销、看病,然后房租加起来一个月,小说要一万五左右,然后我工资加上我必须做那么多,才能勉强走得两半。 咖啡馆关店后,罗勒几经周折,在离家一公里的小区租到了一间一百余平的房屋作为猫房。 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他都会来到租赁的猫房给猫咪换粮,换猫纱,打扫卫生。 如今,猫房里收养着四十余只流浪猫,它们中绝大多数是跟着罗勒从以前的咖啡馆搬过来的,对罗勒百般亲密。 罗勒将母婴猫,以绝育猫和未绝育猫分别安置在三间屋子里喂养,由于猫的性格脾气和习惯各异。 在喂食,打扫卫生之余,罗勒还会细心地安抚一些猫咪的情绪,就像照顾孩子一样对待它们。 那对于猫来说,特别是那么多数量的猫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你不能及时地发现谁咳嗽了,谁生病了,谁今天没有起来吃饭。 最多的时候,我每天扛着四只猫咪去看病,就抱一只,背两只,然后再斜跨一只。 然后每一只拿出来都是不同的病针,那医生都对我无语了。 那来得寝一点的时候,他也怕我,我又惊架,我又在那里一会儿心疼这样一会儿心疼那样的,然后又要逮着他问。 看到罗勒养猫辛苦,曾有人建议他发布领养信息,给自己分担一些负担,但罗勒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担心猫咪育人不输,遭遇到不负责任的对待。 更多时候,这种领养行为仅限于熟悉的朋友之间。 这些年来,独自一人收养照顾那么多只流浪猫,虽然压力很大,很辛苦,但与猫咪为伴,罗勒也收获了不少快乐。 目前看来,罗勒正在经历人生的一段艰难时期,但他并没有灰心,对于自己和猫咪的未来,他已有一些规划打算。 他们给我的那种幸福感和那种成就感会比他们带给我的所谓的经济负担这些多吧,所以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目前状况下来说,先把这个过渡去过了,能存下一点钱当然是做好,就看看生巧能不能卖得好一点啊。 如果说生巧的收入来源能够完全支撑得了他们的经济的话,那我可能就能腾出手来,比如说不用上班, 然后照顾他们,或者说做更多的手工,看看能不能找人合作,开自己的工作室这样。 感谢观看